大家好我是聖夢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我們BTS版本的謝謝龜餅乾隊伍 謝謝龜餅乾又來了 這個隊伍最主要蠻適合打的是 打那種就是寶物是帶鐮刀的 帶復活羽毛的話主要還是要拚你的相關的冷卻 還有你相關的一些配料集體 這邊先特別留意一下 那這個隊伍 我不太希望各位玩家去打單坦的隊伍 一般的話最適合就是打雙前排 那如果你是打單坦的話 可能多一個輸出你相關的像血鬼啊 或者是黑震珠就會受不了 這邊先特別講一下OK 就本部影片 他相關的隊伍比較適合打雙坦 那單坦的話完全就是在比你相關的機體 這邊先特別再三的強調 那我們這邊快速來看一下配料吧 那查爾斯的話我這邊是玩那個全傷抗的 冷卻的話接近8%左右 那其實這個傷抗你們可以再拉高啦 就是不一定要 拚什麼暴擊率 因為上一部影片是用鐮刀嘛 所以我的配料完全沒有換 這邊特別講一下冷卻有拉高 那其實你的傷害抵抗可以再更高 或者是暴擊傷抗 然後再來廢南雪餅乾的話就是經典15% 為什麼說經典15%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冷卻附屬性的加成 他就是個15% 所以各位玩家你如果是經典15%的話 你應該可以試著拉高你更高的傷抗跟暴擊傷抗 因為這種配料的話他就是沒有任何附屬性的冷卻 如果你洗到可能傷抗5%或者是接近快6%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拿來用喔 這個特別講 然後在黑珍珠餅乾的話 我們的冷卻建議的話差不多就是23%到24%左右 這個的打法他的冷卻要稍微高一點點 最主要也是要來躲招的 接著吸血鬼餅乾這邊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次吸血鬼餅乾 他這個是完全攻擊的嘛 所以黑珍珠的冷卻就要拉高一點 原因是因為我們廢南雪的技能 會跟著吸血鬼 那玩家們一定會問說 那你這樣子黑珍珠會不會太軟呢 我們這邊也是有一個備案的 如果你的黑珍珠真的太軟了 那你這邊吸血鬼可以改成冷卻配料 那我們的相關的這個冷卻時間建議的話 也是要大概差不多23%到24%左右 讓廢南雪去跟黑珍珠 不過這樣子他的那個倒數一分鐘 整個傷害才會出來 就是一般的情況下 我建議你們就直接是帶攻擊配料 讓廢南雪去跟吸血鬼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邊特別講一下 因為你其實這樣子火力爆發才是夠的 那如果帶冷卻的話效益其實沒有到特別高 單純只是因為廢南雪可以保黑珍珠 我這邊再三說命 然後再來我們的中古餅乾就BTS餅乾 配料還是一樣 攻擊力至少差不多跌近10%以上 然後再冷卻的話就是24.4以上 就24.5 其他就撐高你的攻擊速度這樣就OK了 然後接著玩家們一定會問說 那為什麼寶物 一定要帶羽毛不帶勳章呢 之前吸血鬼餅乾不帶勳章非常的帥嗎 因為黑珍珠餅乾蠻容易吃到羽毛的 尤其是我的黑珍珠還沒有到超越 所以我現在只有4星的小黑珍珠 所以我就帶羽毛 那一般的玩家如果你真的是個什麼 超越黑珍珠大佬之類的 你可以帶來看勳章啦 但是我覺得羽毛的效益會比較高一點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吧 所以我現在是真的有怪獸的 很久不見的 我現在是有怪獸的 而且很久不見的 然後再冷卻去到羽毛的 在那裡的艦牌 因為裝上角彩虛的 在那裡的艦牌 那裡的艦牌 但你還沒有避免 是最嚴重的 在那裡的艦牌 It's like that's a good one Yeah, I just love... I don't know I can't believe there's no way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像是有些人的 做出山路口 面前以后 童谑 全面打 你 stron做什麼... 就來這裡 哇... 你看起來... 放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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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縣 好 1 キャリア 彼らからfach んです 把我獲勝的 勝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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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IO哥哥哥 measurement 就不見不見 他現在以上二分駕 forget 我的顏面是 люб Farm 也沒所謂解説 不effective 抓住石队 除非酷烈 同時的女士暴露 但大致看著我們 是一個頓弱的角色 那沒想到 本集中的把握 就有他的感見 你懂的小孩子 我喜歡的手 今集中的樣子 有的大致 寻致之内 左右 傷口 寻致之外 麻雞 在法無法 寻致之外 as that are here i kn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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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焦 Hour 首先然後加坡 啊 我就是正義的 BTS版本雙前排的系列鬼餅乾隊伍影片 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歡迎使用時間軸選取相關隊伍的配置 我是Bone 下部影片見 掰掰